防八仙避折脱产 名下80匹不动产列管 新北市八仙乐园彩虹派对 引发粉尘大爆炸 至今已第四天 八仙乐园总经理陈慧颖 昨天哽咽表示 那是非常的难过 对不起 八仙表示 将先捐出1亿元 成立公益信托基金 作为伤者医疗及后续费用 主管机关追查发现 八仙乐园提供业者半趴的产役 原本是快乐大宝礁 欢乐海岸等三块细水石 却违规将水抽盖后 用作彩虹派对场地使用 用途与核准项目不符 但仅能开罚3万元 发生严重伤亡事故后 将面临天文数字赔偿金额 八仙业者仍躲在 紧租借场地保护散后 不愿负起责任 北市府调查 八仙名下有多达80匹不动产 价值超过数十亿元 四八隔天已登基列管 方式八仙已转破产 此外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士林分会 已积极联系 承报使者李佩军家属 愿意代为申请假扣押 阻害单位罪博公司负责人 李中吉 名下资产 若被害人之力不足支付担保金 协会可帮忙出具保证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松阳